Hello,大家好,我是老王 上一个视频呢,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样板间 这个视频呢,我将给大家介绍另外一间样板间 那这套房子呢,装修的也是非常的漂亮 属于那种日式风格的房子 里面呢,多采用了是木头的这种本色 咱们一起去看看这套房怎么样 那这间房呢,依然是在16层啊 面积呢,也是67.15 这是这间房的户心图 入户门跟上一个视频一样 它的大门都是一样的 非常好的一个质量啊 从入户门进来 在这个房子的右手呢 它是做了一排这样的柜 特别的省空间 看,这全是木头的 有这样一个屏风 咱们看看这个柜啊 质量超好,真的超好 都是品牌的 样板间一般它都不会用那种不好的东西去装修 毕竟每个人都要去看 它要装修不好 那房子就不用卖了 这个是肯定的啊 在右手边呢 看到的这个屏风啊 里面是什么 咱们看一看 让你很吃惊啊 是一个日式的小房间 看看这个小房间 就是全榻榻米 这种榻榻米啊 跟咱们家里面的那种 就不一样啊 咱们家的那种都是简约型的 这种就属于 呃,仿日式吧 这种仿的多一点 然后这个房间呢 也是用木头用的多一点 全部是以这种实木为主的 简约 但是有特别的舒适 这个榻榻米向前呢 就是一个客厅啊 哦,它这个 牙口它做成圆的了 它是把它整个包成是圆的了 还带着一点点古典的这个气氛啊 咱们先看这个客厅 客厅也是很简约 全部都是木制的家具 连摆件都是纯木制的 这个沙发 白色的 画 真的很漂亮 哎,在这个 阳台还带一个 躺椅 外面的景色 那从这个角度看出去 跟刚才角度不一样 但是楼层高度是一样的啊 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到云海了 你看远处有一排云 很漂亮 就是在高空的时候 看云彩啊 感觉离天空很近 很开阔的那种感觉啊 这边是可以看海的 我把窗户打开 给大家看一下 详细的 我站着窗边上 都有点害怕呀 太高了 感觉视野真开阔呀 漂亮漂亮 下面就是它的小区 咱们可以看到 规划的也不错 下面呢 就是大海了 可以看到啊 海天一线 已经接到一起了 看不出来了 那个一大片的是黑松林 从这个角度呢 我们也基本上可以了解到 龙口整个的小区 都是包围在大海和森林当中的 这个阳台处的崖口啊 做的很漂亮 呃 这个做的还真的很别致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就是在家里面 咱们做这种圆形的 半圆形的这种 像国画类的这种 呃 一个防骨的一个牙口啊 多数咱们的牙口都是正方形 它这个设计真的是很别致 窗帘也选得很好 是麻面的 在这个位置都可以看到外面的云彩 真通透 这个房间是没有开灯的啊 从入户门向前 左手边的位置呢 就是一个卫生间 那这个卫生间呢 也不是一个标准的方形 但是位置显得也是很宽敞啊 里面都是铺好的 它这里采用的磁栓呢 是灰色调的 沿着卫生间继续向前 就是厨房和一个单独的卧室 咱们先看厨房 厨房呢 这边做了一个开放式的 又有一点那种日式的感觉 挂了一个吊帘啊 呃 大小呢 却比较合适啊 不是特别的小 比那种直长溜的那种还好一点 这也是它的厨具锅 哎呀 还真细致 连放调料的都弄上了 哎呀 这厨具都是感觉不错呀 硅胶的 看上去都是质量很好的那种 同样这间房子也带了一个壁挂炉 那壁挂炉就是配好的 这一个壁挂炉将近也是 一万左右吧 从厨房出来紧挨着餐厅的 就是一个呃 单独的卧室 咱们来看看这个单独的卧室 那这间卧室呢 比上一个样板间的卧室要明亮一点 因为它的这个色调在这啊 它毕竟是这种以木质 然后浅色为主的一个色调 所以看上去要亮堂一些 这个房间也挺大的 嗯 放了一个三门的衣柜 这是它的床 也是采用这种简约木质的 窗户很大 和那边是一样的啊 窗帘 这个窗帘和那边也是一样的 里面是这种亮绒的 外面是这种麻布的 那咱们再继续看一看这个房间的细节啊 嗯 除了这个房间的家具都是石木的以外 这个门呢 它也换了室内门 也是做了一个更换 锁呢 是和那个样板间是一样的 质量非常好 这是石木门啊 这个房间要比那个看上去更加的亮堂一点 简约风更加重一点 是那种仿股的那种简约风 那咱们再了解一下这个房间的整体情况啊 16楼的小高层面积是67.15 这是一个样板间 最漂亮的地方呢 就是在门口入户门的地方 做了一个日式的榻榻米 而且非常的日式啊 嗯 这个柜子呢 是一个最大的亮点 嗯 不光是做了这个榻榻米的隔墙 再加上它现在可以做一个收纳 也是非常的合理 房间呢 从细节上看 装修也是很细致啊 所有的家具全部采用的是木质 16层的观景效果 也是非常的漂亮 那大家觉得这套房怎么样呢 喜欢的话 记得给老王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